民眾黨的前秘書長 謝麗公對黃珊珊開砲 他說如果柯文哲選不到第二名 黃珊珊應該請辭不分區立委 沈老師怎麼看 這樣子 民眾黨內部家怎麼吵吵鬧鬧 我是沒啥樂趣 不過黃珊珊的角色是很多人都認為 其實他想的大半天是想他的哥哥 黃曙光 你只要想想政黨一輪地之後 他那個位置還保得住 然後贊助會變成什麼樣子 憑良心講大家都很好奇 但是我想講的不是這個 我想請各位想一想 你發揮一個想像力一下 就是說我們來想一想 假如今天是藍白河 然後這個侯正科富 那現在變成什麼情況 國民黨要吃進吃奶的力量 動員所有的力量 來創造所有的肇事大會 一場又一場 少則三四萬人 多則五六萬人 那這個時候副總統的柯文哲要不要上台 要不要讓他講話 他要講什麼你能限制嗎 那不是整個黨把所有的資源拿出來 讓他去秀嘛 秀出來結果會變成什麼 再過來第二個 你可以想想看 所有各地的立法委員要不要請他來 要不要請他上去秀一下 那一秀他從此跟地方也沒有關係 他現在最大的痛苦就走不出台北 但是這樣一來以後他是走遍臺灣走透透 因此我這樣大膽地講 民眾黨最起碼可以增加 就國民黨最起碼少掉三分之一的實力 你只要看一看 這一個抗戰的前夕 共產黨為了生存 怎麼樣子就拿掉了這個紅軍的煩惱 改變了國民革命軍 效忠這個蔣委員長 四年之後 歷史是八年之後 是什麼樣的情況 你不覺得 所以大長安講說他首讀毛澤東的理論 我說他是國畢人 他哪有什麼 你只要想一想這一句 今天他的民眾黨 講完之後 整個的實力大爭 國民黨實力大爭 這一定就是 而且在整個的內閣 都要放